吸不到氣了 十幾年來第一次呼吸這麼順 可是呼吸沒有幾分鐘 覺得一直在流血 我右邊這裡切出來的這個三公分場 很恐怖喔 怪不得我一直吸不到空氣了 在看這個背景啊 跟看表題就知道我又來開刀了 那這次呢是一個人來開刀 沒有Alice 肯定啦 肯定沒有Alice 那這次要來開是鼻竇炎的刀 其實這個不叫鼻竇炎 叫鼻夾手術切除 這個我們等一下後面再給大家講 然後在昨天的時候就突然看到一個東西 叫做國際孤單指數前十名 看完這個時候我就覺得 我很可憐 前面幾集一個人逛超市 去吃餐廳 咖啡廳 看電影 吃火鍋 KTV 我覺得一個人KTV真的不太可能 但是一個人看海 我覺得我是做過的 遊樂園我也覺得不太可能 搬家呢 我覺得也問題不大 因為現在有搬家公司 一個人搬家其實問題不大 然後第十集就是一個人動手術 那我現在正經歷著一個人動手術 然後還第二次 上一次是巧遇Alice 那我們家呢 其實是三男三女 就是我爸爸我跟我弟弟 然後我媽媽 我姐姐還有我妹妹 我們家有一個特點就是 我們家三個男的呢 鼻子都不好 都有傳說中的鼻鬥炎 然後三個女的其實基本上都沒事 然後爸爸跟我妹妹 我的弟弟呢都已經 就是有動過手術了 然後這一次 其實我也是想了跟糾結了很久 才決定來做這個事情 我剛好就是最近也是比較有空 然後這個手術 動手術小手術 可是復原期呢 恢復期是比較久的 就動完這個手術之後 你每一個禮拜都要回到醫院 給醫生來清理傷口 這個是比較久的 先講另外一件事情 我們常講的鼻鬥炎 其實不一定是鼻鬥炎 就像我這一次是上鼻甲腫大 就是大家可以看這個圖 然後我的上鼻甲腫大 然後鼻鬥呢 就是在這裡兩個 然後這裡兩個 醫生有特地交代我 他知道我一定會拍影片嗎 他就請我和大家分享說 其實不是每一個就是鼻塞的人 呼吸不順暢的人都是鼻鬥炎 鼻鬥炎會有頭痛啊 會有頭暈啊 鼻塞流鼻涕這些 不是每一個人都是鼻鬥炎 所以大家要搞清楚 然後來看你的醫生 然後做一些鼻內鏡手勢 我這次就有做鼻內鏡手勢 雖然我沒有做CT啦 就是有一支針插進去 因為那個畫面特別噁心啊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右邊的鼻子 吸不到氣了 我很辛苦了 左邊大概50%不到吧 右邊大概20%左右 所以我過去過的是 我不是鼻鬥炎 就是再適合大家講一下 就是我這個上鼻夾腫大 大概有大概三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晚上睡不好 這個很正常 第二個就是 其實這個黑眼圈 就是會讓我的視力變不好 我有點難去講 就是有點這個問題 然後第三個就是 是磨牙 磨牙其實造成我的困擾 我以前都不會磨牙 就是根據醫生講 有可能就是因為我的呼吸不順 然後會導致什麼這裡 什麼生靈的一個結構 然後導致我會磨牙 然後至於 因為常用嘴巴呼吸導致喉嚨乾 那些主要講都是很小的事情 呼吸對我們來講 現代人很重要 現在就是賺錢來花錢 看醫生 現在空氣真的是越來越糟糕 所以醫生有交代幾件事情 就是手術之後就是要吃著健康 然後空氣是最重要 所以我已經買了 再買了兩台空氣進化進化給我家 你知道影片後面應該會拍給大家看 那我要先去懂得手術回來看怎麼樣 再聽說那鼻子會塞到很大 等一下見 我現在剛從手術室推出來 很快 快很快 我大概手術一個小時而已 我現在就是一直在留學 我現在就是一直在留學 然後就是 一直在留學 是我剛手術室出來的時候 我十幾年來第一次呼吸這麼順 可是呼吸沒有幾分鐘 就一直在留學了 接下來就是一直在直學 畢竟 哇這個 大家不知道 會不會覺得很熱情 反正 吃大概有一二三三公分長 我右邊這裡 切出來的這個三公分長 很恐怖喔 怪不得我一直吸不到恐懼 怎麼塞 我和醫生討論過之後 就是在動手術的那個時候 就是我開刀之前的 大概二十分鐘 我跟他講說就是 我上網有看到嗎 就是有兩種方式 就是一種就是塞 那個直血綿進去很長 另外一種就是貼那個 自體溶解直血膠 就是它是它 它會自己溶解就對了 然後在鼻子裡面兩三個禮拜 然後醫生告訴我它 它是不能入鏡的 所以它叫我轉述 就是這兩個都有好處 就是我選的那個就是 因為我沒有塞 所以我就是 如果站直的話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我今天這裡 這裡我裝黑白 可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一堆都是血 然後還有一堆已經瘡掉了 我這個是下鼻夾 下鼻夾 不是上鼻夾 它告訴我這個是下鼻夾 哇真的很長 我剛剛去量了 2.5到2.5公分 真的很長又飛 然後醫生講說 他在開刀的時候 就是還需要打一個就是 讓那個鼻夾縮小的 不然完全沒有辦法開刀 就可見真的很嚴重 他說 鼻夾阻塞呢 基本上有兩種處理方 一種是雷射 一種是切除 切除就是我這種 可是雷射那種 我大概只可以那三個月 就是給那種不太嚴重 或者怕開刀的人 就看你要不要選擇 因為他復發很快 三到六個月可能就會復發 好明天早上呢 我要到 主治醫生就是 是 Dr.Dung T.A.N.G 下面有一個連結 就是Dr.Dung的 Facebook粉絲專頁 他最近一直在分享一些 對於鼻鬥顏 鼻子保養 鼻后科的專頁內容 如果大家有疑問的話 可以先去看一下他的網站 他的網站還不錯 我订阅一下 订阅顺便讲是看我的网站过去的 好 我们今天要去那里做一些 清楚的一些 不懂是什么 哈哥讲说明天早上 9点我要到他那里 那 去了那里之后 再让他看看 不永远 Chelsty Let's go Let's go 咻 嗨 然后我们今天是我动传手术的第二点 就是这个Dr. Tan Mei Ling 是我的医生 然后如果 你们有 对这个医生有兴趣 有一个Facebook连结 我会放在下面 他会有那些 一些医疗的东西 在下面和大家分享 你们可以去看Facebook看 那现在是检查一下鼻子 然后就这样来啦 啊 检查 因为做完手术 检查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 堵色的那些问题 哦 好 然后我等下就可以翻出院了 这个影片应该会排一个礼拜 就每天之后的鼻子状 才让大家可以更了解 下鼻夹手术之后的情况 恢复情况 所以 其实现在每一天 我都会和大家分享 讲一下精度啦 好 那我们明天见 好 现在就是48小时 就动完手术了48小时 我昨天晚上呼吸是 前所未有的通畅 很久没有这么有 可是大家可以听到我一些 鼻塞的声音嘛 就是我还是有一点点 鼻塞 这样鼻涕在里面的感觉 可是医生告诉我不会洗鼻涕 因为伤口可能会破 就是因为血管还没有愈合嘛 所以就先这样吧 那先介绍一下我医生开的什么药给我 首先第一个就是 抗生素抗生素 这个很重要 这个要连续吃10天 第二个就是比较特别的 它就这个东西 我其实我在拍的时候 我犹豫很久要不要拍给大家 这个很丑 这个动作很丑 就是 它就是洗鼻涕 就是应该说 就是把里面一些东西洗出来 它就这样子放着 然后就这些液体 这应该是 生理食言水之类的吧 它就会从这个鼻孔进去 然后另外一个鼻孔就出来 很丑 我这个一天大概现在要洗4到5次 真的很丑 首先头要低 就是低于45度 然后把这个放在左边的这个孔放进去 我这里很恶心 大家就不要看了 有看到有点血湿 一些密集的部分 然后洗完之后就是会好很多 所以我们看一下明天会有什么不一样 明天大家介绍一下我家 现在到底放了几台孔孔进化器 很夸张 我现在有4台 OK 第三天见 好 来今天就是我动完手术的第三天 就有朋友问到说 我这次手术大概是花了多少钱 大家可以看得到在这里 大概是花了 9700多 这个不算太贵 因为我没有到CT 如果我照CT的话 应该会更贵 其实也不便宜 9000多 反正是保险赔 对不对 大家讲一下我家现代的情况是怎么样 就我有三台空气进化器一直开来 这里是第一台 小宇空气进化器第二代 这是小宇空气进化器第一代 所以有三代的小米空气进化器 你看到这样多小米空气进化器 你有什么感想 连家也没有特别的fresh吗 因为你都没有开是不是 有啊 它这个现在只有2 它空气无卵只有2 它没有声音的 有声音啊 它现在就是 代表很斯文 小米的都很斯文 如果你现在把它变成3号 它就很大声了 它就很大声了 没有声音的 OK 它这个A Auto的话就是 那个 不是Alice 它Auto的话就是 侦测你的现在的污染的情况 它就会来做调整 好 我们早一天再来拍这个开箱 然后我今天的情况就是 还是有点塞 可是这个塞有点像皮涕的塞 然后就是在洗那个东西 你们就可以看到那个 好 我们看明天 今天是我动完手术的第5天 我昨天就没有拍影片了 我觉得这几天我的情况 可能是因为我吃抗承素的 情音关系 所以我一直很想睡觉 就睡眠时间也蛮多的 就很容易疲倦 我应该是活了这么久 38年来第一次吃抗承素 所以很疲倦 很好睡 躺在沙发上也会睡着这样子 而且现在封城 我也没有出去 就是看戏看看就睡着了 然后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 呼吸也是慢慢顺畅的 然后 蛮OK的 我觉得是蛮OK的 就也没有什么筛 可是鼻涕有点多 可能鼻涕是结块在里面的 那一种的 我有点难形容 你们应该懂 就是要洗鼻涕才可以把那个东西洗出来 一块一块的青色绿色那一种 鼻涕有点像Gender的那一种 我认为应该这几天我就不拍了 直接再多等两天后我到医院看医生的时候 然后复诊的时候再拍最后一个总结 简单来讲 这几天在家里 首先我家里空气现在已经很好了 每个人空气进化器 四台一直开一直开 然后也没有出门 然后 就很轻的一直在洗鼻子 所以我觉得 OK的 没有想象中的这么不舒服 因为之前好多 我看了很多影片都觉得 隔壁肌肉很不舒服 可是我没有想象中的不舒服 对啊 好 我们明天 医院见 拜拜 好 今天我刚刚又做完我第一次的副诊凉 然后觉得 差一刀还不错 然后就是每个礼拜都要来这里医生 会帮我系东西出来 是我说我每天都要洗 那个很直接的影片 我看到了 然后主要是为了让他 他鼻子里面的东西会比较软化了一点 是这个意思吗医生 然后我 Ending呢 我就带了我之前碰的东西过来 我以前鼻子塞的时候 我都会 都买 我都是买日本的这种 然后Ending我们就来 问一下医生 这个到底是怎样子 这种有什么用 日文看不懂 你要让我知道它是什么成分 我才能够跟你讲是用什么的 等下很小心 因为有些药的话 它是只能够用短期 有些是可以用长期 但是你如果都没有照过鼻子 就随便让用药 好 最后一个 医生 我这个情况是算严重了嘛 你看你现在已经 不是我之前 一个礼拜已经算是 之前是严重啊 现在做好手术之后很好了 之前是 尤其是右边很塞 很塞 那是医生讲说 他要喷两个东西 变小之后才可以切掉 嗯嗯 动手术之后 所以那时候切给你的肉 那个肉也是很大个 右边尤其大个 你还要拿一两啊 大概啦大概 最后就是我问一下医生 就是现在人的 鼻子问题很严重 是吗 看个人 有些是会严重 有些是讲说拖了很久 没有疑的话 有时候也是会严重 就是小病拖成大病啦 但是都是要特别小心啦 对 然后我们要 平时要怎样子呢 嗯嗯 如果是鼻子敏感的话 最重要先要注意 你有什么东西造成敏感 抽烟啊 家里有个猫猫狗狗的毛发啊 还有马来西亚最普遍还是 我们的邻国会烧 烧会火灾 我们只能够做 我们能够控制到的东西啦 所以就家里要常常吸尘 穿单肠套 整合套要 要常常一两个星期要有洗啦 因为我吃着 Air Free Fire啊 这些东西